算偏難 偏難是不是 偏難 中南部是加大 加大 對 偏難 左水系一倍 不是嗎 他左水系一倍 他左水系一倍 對不起 左水系一倍 因為我有聽說 當人的醫生 是需要不斷的進修 不斷的考試 那受醫師 你也需要不斷的進修跟考試 當然 就是基本上在學校可以學到一些學科 但是基礎學科 實際上學 學校不會教你要怎麼去跟四組共同 或者是一些比較進階的操作 比如說一些超音波的技巧 或者是一些像是外科的技巧等等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你讀完 讀完大學之後 懵懂懂的 不可能一出來 這裡你就會開始看著 其實你後面會有 很多需要再去進修的一些知識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以受醫師的部分 他有一個就是繼續在教育的部分 就是六年裡面 你要修到一定的學分 那每六年就會再重來一次 但是總之你還是必須要 就是下班之後再找個時間去上 像是一些研討會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持續課之類的 他們都會有一些認真的學分 對 其實那要修多少學分 好像一百二十個學分吧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些頂值道德倫理的課程 一百二十學分 等一下一百二十學分是包含品質 倫理道德倫理 所以如果說你這六年裡面 你只修了一百個學分 嗯 會怎麼樣 你的肌重可能會被沒收 會被沒收 那如果我在第七年 我再把這二十個學分補齊 不行 第七年就是新的一輪了 哇 還是吧 哈哈哈 因為他現在還在第一個六年內 我們就 而且我已經修滿了 你已經修滿了 對啊 你才三年修滿了 就是一直要去上課啊 好 我們都是下班了之後 大概十點多去上課 上到晚上一點 說到晚上一點 等一下是現上課程 嗯 疫情前都是現場的課程 疫情後有一些現場課程 現場課程 對現場課程 等一下 你認真說 那幫你們上課的人是誰 嗯就是一些 比較資深的修醫師 或者是一些 學校教授 學校教授也是有開課 但他也會開在 你說平日的 應該說假日的 就是一整天的時間 研討會 或者是大型的國際研討會 其實他都是有算學生在裡面的 Oh my god 你的意思是說 平常在職業的受醫師 他們下了班之後 還要就是去上課 或者是假日的時候去上課 這是一般要上課 嗯那幫你們上課的人 也是上了一天的班之後 還要再去幫你們上課 就不一定要 有些人 對啊有些人就是休假了 還要去幫忙上課 像我們院長其實 都有到處在講課 那講課也是花他休息 他其實沒有在休息 他就是不斷的在做研究 然後不斷的分享給大家 他就知道這樣子 做研究 等一下 他現在是有在學校 學術單位教授 原本是個人興趣 個人興趣 那講師資格其實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你 職業已經超過五年以上 而且有特殊專長或著作的獎備 對 繼續出來幫大家上課這樣子 嗯 那 如果要拿到這個講師資格的話 他有需要 取得什麼認證嗎 還是說 就會有某個單位 就會覺得說你有這個專長 他就發給你了 就是有某個單位會就是認可他的身份 就是如果說他符合剛剛講到的 就是年資超過多少啊 然後他有一定的著作 或者是一定的專長 或者他是學校的老師 那那個單位就會去就是審核這個學分 這個學分就會通過 太正經了 太正經了 我現在太正經了等一下 不斷的學習才會有進步 講師他有可能他自己本身不用去申請 就會自動收到有人發給他這個證書 證書 應該說沒有 就是講師資格 對是有這個資格的 所以但是他要不要去講課 是他個人的意願 對啊 就是通常是會有一個學會 或者是一個研討會 或者是一個讀書會 他們會去邀請就是 比較資深的一些受醫師 來幫大家上課 好 在螢幕面前的就是 各觀眾啊 你們真的是要好好思考清楚 如果你想要他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喔 就是 等一下那 你們上班到10點 晚上10點 那你們是從7點開上班 其實每一間的規定不一樣 那有 就比如說就是 一整天上班 當然不是從早上什麼9點 就是工作到晚上10點 這麼長 沒有沒有 對啊 你會瘋掉嗎 那個精神衰弱之類 我還要晚上去上課上班 有分成就是早上班 就是早上開班 每一間醫院其實規定不一樣 那或許真的有些比較忙碌的醫院 可能真的會工作的非常的久 但是沒有在身上的工時也會算加班可以嗎 對對對 哦對啊對啊 就是 那你們平常的工作會作解什麼 那你們平常工作的話 就是第一個就是先去住院動物 去看看動物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然後再幫他就是做每天所需要做的處置 比如說胃藥或打針之類的 那上班其實就是說 比較大部分的時間就是要再探診 那探診之後就是會根據說 這隻動物所需要什麼樣的檢查 去做任何的 比如說抽血啊 或者是去幫他拍攝影像 或者是做超音波之類的啊 然後去看看說這隻動物我該怎麼樣去幫他做處置 然後跟事足夠通這樣子 嗯 嗯 OK 所以 所以你們 住院動物的話 嗯 是優點是會寫診斷卡 他每天要做什麼樣的事情發在他的 就是床位 床位嗎 有些醫院會這樣做啦 但我們醫院主要就是寫在病院裡面 然後大家就是 欸知道這隻動物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就會去幫他做處置這樣 喔 也是 那這個工作有讓你覺得有幸福的地方嗎 喔我覺得很痛啊 呵呵呵呵 好 嗯好慢慢停下去 工作辛苦的地方喔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算是一個不太會講話的人 在說溝通比較寒滿一點的人 所以其實工作上你大部分的時間其實 除了你要去讀懂小動物身體出了什麼樣的狀況以外 你還要去讀懂自主的心理 然後用他理解的方式去跟他做溝通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常常就是不能像就是其他的同事 就是跟事情或者是跟陌生人開看的談 然後講了很多東西 我通常就是講一講就突然去點 突然去點 對 那之後我們會很慌張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喔 好那這是一個啊 那其實再來就是說比較辛苦的地方 就是你必須要去學很多東西 對 因為其實動物他們不會講話 所以你必須要靠很多的檢驗的技術 或者是說就是你的經驗的累積 然後或者是說 除了就是技術上的層面跟知識上的層面 你要不斷的去更新以外 還有就是說溝通的部分 嗯 溝通的部分 對啊 動物市主的期待是什麼 你必須要去先預測到 那再來就是說 他對於疾病的了解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第二個 最常care的一件事情就是 費用的部分 對啦 因為其實實際上醫療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那再加上的一些 嗯 技術層面的問題 他的收費可能就是會有一定的落差 對這些都是氏族其實不太了解的一些隱藏成本 對啦 因為寵物沒有健保 所以寵物看醫生一定會很貴 嗯 所以我記得好像之前在Facebook上面看到 就是說就是 有人不是說 喔他養了一隻什麼 倉鼠還是什麼的 他說欸倉鼠就很便宜啊 然後再拿去看醫生 哇 可能倉鼠剩下的十倍百倍之類的 所以大家要養寵物之前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喔 嗯 就是 動物因為他們沒有健保 所以他們的看醫生什麼的其實都是還蠻貴的 而且動物不管是 算是醫療嗎 就是不管是醫療啊還是用藥薩啊 因為他其實不會像人的量這麼大 所以他的那個價格當然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 嗯 一樣是價 應該說就是 動物的教課的量就會相對小很多 所以就是成本上也會比較高一點 嗯 對所以如果是你大家就是 平常 有在買東西 的這個思維下去 應該是可以理解他 好 那這個工作會有一些什麼職業傷害嗎 職業傷害比較常見的就是像是被狗抓傷 被狗咬傷或者是被毛抓傷 還有像是你抽針的時候不小心被那個藥薄刮到 或者是就是說你的耳 聽力可能會下降 因為有時候住院環境狗狗就是一旦吵架 分配量就是很 就是聽力我覺得聽力真的是很 還是你們可以就是帶著合塞在進去嗎 不行 不是啊 那再來我覺得職業傷害來講 再來就是可能有時候會忙到沒有時間吃飯 好好的吃一堆飯 對對對 或者是你休息不足 那這時候就很容易會有一些連帶問題 比如說就是你的腸胃會會不好啊 或者是你可能 你的身體會不好 頭髮會掉啊之類的 你說像壓力大 對壓力大 我之前就一堆原型吐 是假的 那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就是 不對線的原因嗎 就是如果大家要當受醫師的話 要好好考慮一下原因 我覺得如果說你本身真的很喜歡動物 而且不忍心看到他們生病的樣子的時候 我是不太建議你去當受醫師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會因為 你沒有辦法救回這隻動物 而感到心理壓力 剛剛講到職業傷害 心理壓力其實也是一個職業傷害 所以你常常就需要就是 非常的迅速的去轉換你的情緒 像我今天就 其實上一台遇到一隻動物狀況很差 然後他就是要安樂 或許是因為我太猜 所以就是情緒的轉折上會比較起步大一點 就是上一秒你可能就是你會隨著四組的情緒一起 就是有低落的狀況 可是下一秒你就必須要去面對一個全新的診 因為你總不能帶著你的就是沉重的心理 然後去看下一個診 下一個診你又沒有辦法好好看的話 我覺得對每個人其實都還蠻不公平的 喔對啦 總不能就是下一隻就是寵物進來 他只是要做個健康檢查 然後但是你就一個 那 欸醫生你怎麼了 怎麼辦 我們家的寵物怎麼了嗎 為什麼一叫他們你就哭了 如果說你的情緒是比較容易敏感的話 我覺得可能也不太適合做這樣子的工作 麻痺 因為之前也有經過就是有前輩 就是因為他是公司受醫師 對對對 然後就因為壓力跟輿論的壓力太大 所以就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 真的假的 但是如果說你有一個鋼鐵般的心事的話 就是又喜歡小動物 歡迎就是加入受醫師的行業 但是薪水沒有很高要有薪水備 好 這是一個需要燃燒熱情 對 跟肝 的一個行業 對啦 還有一個是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就是好像是我們這一組 我們那時候要養豬 然後我們這一組養到了一隻石頭豬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印象中我們也有一個同學 他本來也是懷抱著獸醫夢 然後就在我們就是請 就是隔壁獸醫器在解剖那隻石頭豬的時候 好像才在放血的階段 就是放完血 然後我們就進到後面一陣燒動 咚 他就暈倒了 我有印象 有吧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那個時候才發現他有暈血症 對然後後來他就放棄了 就是這條故事這樣 我就覺得說 我不行 對我就是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可能心理素質沒那麼好的 我覺得我 對我只要是看那種電影還是什麼 我就是會哭得起哩哩哩哩的那種 就是我真的沒辦法 我後來就覺得算了就是 那我覺得做醫師也是人 會有常常情緒很正常 只是你要怎麼去 調試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對所以 好 那你平常會做一些什麼 調試嗎 我可能就去打打球啊 或者是去運動啊 或者是中訓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跟朋友玩啊 那甚至去唱個歌之類的 心情就會好一點 唱歌是不是 好 今天是在一個KTV裡面 等一下 要宣洩一下 剛剛有提到 就是比較辛苦的地方 跟你覺得需要再考慮的地方 那現在是相對的 有讓你覺得很棒的地方 當然也是會有這樣的時候 比如說 當你從手中就是 把一隻平時的動物 救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 蠻感動的 就是一個小生命 他真的非常的茁壯 那藉由你的幫助之後 他就是 平安的長大了 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對於 許多獸醫師來講 其實是一個蠻鼓舞 就是一隻牽進的動力 對對對 真的 雖然你接觸的行業以來 好啦 你有覺得 有什麼事情是讓你特別感動的地方 特別感動的地方嗎 嗯 很多時候啊 就比如說 比如說就是一些難產的動物 雖然說現在接生 這隻是少很多 就是難產的動物 在剖腹產的時候 你會看 就是把小狗狗從子宮拿出來的瞬間 你是看到他整個是發指的 所以這時候 你就會開始幫他做 就是急救的部分 然後過了幾分鐘之後 他就突然會呼吸了 然後叫得很開心 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哇天啊 我做這個工作真的是非常值得 哇 這蠻感動的 對 還有一個問題 所以小狗一般生出來 不會發指 所以會稍微直直 但是他不會直這麼久 哇 你要去把他喉頭裡面的一些水啊 什麼的 趕快把它吸出來 嗯 所以吸出來是用什麼滴管嗎 吸出來就是 有分成 傳統的 甩的手勢 跟就是直接用嘴巴去吸 吸出來 跟用那個 那個就是抽取器 就是有端用的 新生兒的抽取器 把他的一些口皮的東西 都要擠出來這樣子 蠻有趣的 了解 你剛剛說吸 吸出來 用吸出來從他的 肚子跟嘴巴 把那些液體 你覺得我直接講 直接 直接吸出來 然後另外我覺得 有時候你在 某個瞬間 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寵物 真的是對於 他的主人 或者是他們之間的一些 情感交流嗎 嗯 那種感情建立很 很深厚的時候 你會覺得 天啊這一幕 看起來很感人耶 比如說有些狗狗 會用非常 安心默默的眼神 就是看著他的主人 就是很開心 或者是 有一些就是非常 非常 激動的貓咪 看到主人之後 他就會變得很乖 很可愛的小貓 看撒嬌這樣 那你這樣子 有推薦大家成為 呵呵呵 所以是 如果你真的很享受 在就是 拯救動物的這件事上面 然後又 又可以忽略一些比較 負面的情緒的話 或許你可以嘗試看看 嗯 所謂的負面情緒就是 嗯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啊 或者是 在跟人群溝通的時候 的一個 認知的落差的時候 就是 比較容易有一些 挫折的地方 嗯 那你們 就是你說那120的學分裡面 嗯 有那種 教你們跟 世主溝通的課程嗎 有 有講是 就是會講這些 一些經驗的分享 要如何避免像是 醫咎的部分 哦 對啦 對對對啦 因為人跟人之間 反正你只要有人 只要有溝通 你就是 就是蠻有可能會 會產生一些 溝通的問題啦 就是 對 所以 整個人的醫療上面也是 蠻容易會有一些醫療糾紛的 所以 當然是 就是如果是 不會講話的寵物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 嗯 功能上的 就是落差 對 主要就是 期待上的問題啦 因為疾病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不可預測的 它不像是 一般的 修車我換了零件 它就一定會往左樣的方向走 嗯 所以或許它 就是進來治療 第一天之後 欸身體有好轉 但是因為它真的 生病得太嚴重了 所以第二天第三天之後 它病情可能是會急轉直下的 如果這時候你沒有就是 先幫自主 做好 嗯 這個疾病的認知的溝通的時候 就非常容易會產生問題 哦 對 因為其實 小動物就跟小孩子一樣啦 就是 他們 沒有辦法就是 其實主要還是沒有辦法講話 對啊 其實你不要說 小動物跟小孩沒有辦法講話 你就算是人 會講話 我可能今天問你說 欸你會胸悶嗎 不是有時候那個醫生就會問說 你胸悶嗎 對啊就是 我可能就是 我可能活了這麼久 我可能一直都胸悶 那我不知道這就是胸悶的感覺啊 對 然後一直到你可能不胸悶了 原來是胸悶啊 對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就算你是 會講話的 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就是知道這個 你現在正經歷的是什麼 對啊 對啊 剛剛為什麼講這個 剛剛在講 動物不會講話嘛 所以會有 疾病上認知的無差 或者是 期待的部分 對 因為這都會牽扯到後續的 比如說 欸我今天付了這些錢 他是不是就一定會好轉 但不一定嘛 比如說 今天這隻動物呕吐好了 那你進來說 欸我動物呕吐了 那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他怎麼了嗎 那其實呕吐的原因有很多種嘛 比如說他 他其實就是 剛好吃壞肚子了 或者是吃飯吃得太快啊 那或者是他今天有嚴重的 像是腎衰竭 或者是肝臟衰竭 胰臟炎的時候 他都會造成他的呕吐 所以呕吐這件事情 他可大可笑 所以 所以一隻動物進來 我看他呕吐了 那 其實 要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說一般的理學檢查 那或許我要拍到超音波 看看什麼 拍到X光看看說 是不是有東西卡在他的肚子裡面 或者是說 X光看不到 他必須要找超音波 他就會延伸出非常多的檢查 或者是 對 我們最後才會知道 他真正呕吐的原因是什麼 對啦 真的 很難耶 2021年的時候 有在 寵物展上面 就是演講 那個其實不算是演講 那個是說 因為 我們前輩其實是蠻支持一些 年輕的收益師 其實我不年輕 年輕的收益師站出來 就是舞台上 就是去跟大家做一些衛教 或者是宣導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就會分享給我們 那我們去嘗試說 我們可以跟市主做到哪些的衛教 或者是宣導的部分 就是配合廠商的一些 對對對 衛教 衛教 衛教很重要 也是 那有什麼想要進行一些什麼 衛教的宣導嗎 應該說動物的醫療品質水準是有在上升的 所以說 其實普遍來講 大家的 動物的年齡可能衝入 所以一開始的10歲 就已經是老狗 現在可以拉到15歲 甚至18歲以上 都還活得好好的 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來講 他其實是因為 或許有些人會 定期幫他的動物做一些 像是健康檢查的部分 對 那我們可以就是以 就是及早發現這個疾病的風險 以後 就是去幫他做一些 像是 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的部分這樣子 喔 這也是 因為 也是常常遇到市主走進來說 本身有一隻狗倒在那邊 然後市主就說 他以前從來都沒有生病 那其實是因為就是 狗狗或貓貓他們在生病的時候 他們 其實不會就是表現得非常明顯 對 有時候你可能只是覺得他突然就是 就是懶懶累累的想要睡覺 睡得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 吃的東西吃的少了一點 對 在這樣的狀態下 或許他自己休息幾天 他就自己比較好一些些了 那市主沒有察覺到 那通常 這些動物在生病之後 他 可能要病入高荒市主才會發現 比如說他已經不吃好幾天了 或者是他 好像突然變瘦了 你可能就會常常聽到突然兩個字 那其實 這些突然其實 他可能是生病成久了 已經累積了一段時間了 對對對 對 只是他突然 真的撐不下去了 才讓你發現原來他生病的這麼嚴重 對 對啦 所以健康檢查很重要 真的 好 這是 不受醫院的何醫師 好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掰掰 掰掰 喜歡這次 有更多的 有更多的